欢迎来到陶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不时人间烟火的话成语 论娱乐圈哪位男歌手在粉丝眼里他好比神仙一般 因为可以不时人间烟火 只懂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对音乐以外的东西都傻傻搞不懂 找遍整个娱乐圈 华成语实在太适合来当这样的主人公 他的狂热粉丝对他的普遍认知 直到今天都还是一个活在音乐世界里的怪小孩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让自己可以拥有这样屹立不倒的神仙人设 一切还要从1990年说起 因为这一年的2月7日 画家迎来了一个男孩 取名华晨宇 不过很快因为父母走向婚姻破裂 他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 他跟着父亲过 很快就像是小孩子玩玩具的进阶之路一样 他玩长笛玩了一段时间 立马觉得这玩意儿不符合自己这个年龄了 他要玩大玩意儿 于是他看向父亲指向钢琴 如果是普通人家 家里要是看到孩子喜欢这东西肯定犯难 然而他家里别说一架钢琴 就算是一百架 他老爹都能满足 尽管他真的是富二代 但他做到了很不像富二代 尤其长相上 更不见一丁点的贵公子气质 完全就一个普通大学生 在这种看着傻傻不安事实的状态下 他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也就是彻底改变他命运的快乐男生 在这档选秀节目里 他的出现就像是一个异类 他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锅盖头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在迷茫中 就是在傻笑 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和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所以他出现在海选现场时 其实就已经引起了节目的格外关注 因为这种选秀节目 真的很喜欢这种特别的人的参与 而当他弹奏乐器开始唱歌 他给大家的感觉还是一样的 就是他始终在唱他自己的歌 跟周围的人毫无关系 如果说的感觉夸张一点 他就像是一个活在陆地上的海上钢琴师 更让人好奇的是 他在现场唱了一首无字歌 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 他只是像在灵魂吟唱一样 闭着眼睛沉浸其中 唱可幸好的是 评委席里有一样跟他走强烈 个人风格路线的 正是尚文杰 在大多数不理解他的音乐时 尚文杰说自己很赏识他 因为那首无字歌 还有整个人傻傻地和周边 严重不符的状态 他获得了火星弟弟的称号 都把他当成了 从另一个星球来的怪小孩 也由此 他的这种只活在自己世界里 对自己世界之外 一概不懂的人设 便是被立下了 而让他一战成名的 并非是那首无字歌 而是他唱了一首张国荣的《我》 当时的舞台上 他一袭黑衣 独自对着一张椅子演唱 加上他独具个人风格的演绎 极具煽情张力 把自己和自己对话那种孤独感 表达了出来 又用了他极其擅长的哭腔技巧 让当时出席的范冰冰都为之落泪 我就是我 是不一样的烟火 这句歌词 也成为他身上非常深刻的烙印 而且他舞台表现非常稳定 几乎就没有失手过 使得他成为全国人都知道的 舞台王者新星 最终拿到了那一届快男的总冠军 并因此很快拿到了央视春晚的邀请 而当年所有选手里 就他获得了这份资格 随后他开始玩综艺 出现在花儿鱼少年 不得不说节目组真的很会找人 如果这档节目没有许情的话 他的这种人设不会变得这么讨喜 甚至会变得讨厌 综艺里每个人都需要解决 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 而他这方面可以说完全没有 就会吃 因为能在人群中做到这么自我 让很多人觉得他更多的是可爱 所以生活自理能力差一点 也就被观众容忍了 和网界的快乐男生等选秀节目总冠军不同 他从选秀之后一路飘红 支持的人浩浩荡荡 喜欢他的人就像是看到了曾经张国荣那样 可以无比真实做自己的人 而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很容易受到外界伤害 所以他的粉丝非常保护他 可以说就当他是一个小孩 而他们就是他的妈妈一般 这使得他和地球不熟的人设更加的厉害了 都把他看成了一个从音乐世界星球 走进了嘈杂人类世界的男孩 需要热心的同类们时刻守护他 他的粉丝队伍也变得无比壮大 已经可以说就是一个本土的顶流 一直到他遇到了邓紫棋 并渐渐传出绯闻 说两人暗中热烈 尽管双方从未坐视过 最主要的就是粉丝不信 几乎都觉得这是假新闻 因为在他们眼里 他根本就不懂聊女孩 只会玩音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个女人出现 正是张碧晨 这位一样是选秀出道 并且一样拿到中国好声音组冠军 但是对于这两个总冠军 从未有过任何男女之想 因为此时在粉丝的心里 华晨宇他还是那个只喜欢玩音乐 却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的火星男孩 所以尽管两人在同一档节目里相遇 和邓紫棋一样 依然是没有被粉丝有任何的担心 他在节目里就算是被张碧晨按肩膀 做一些分明是挺亲密的举动 但粉丝根本不会往其他方面想 这只是音乐上的朋友罢了 他也只会把张碧晨当哥们看待 一直到什么时候 对他无条件信任的庞大粉丝群体 多少才信了 是1月22号这一天 他发出了一条十分简单的微博 他直接越过公布恋情 而直接官宣自己有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的母亲则是粉丝 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张碧晨 隔天张碧晨放出了长文 他也一样 这简直比当初陆寒官宣恋爱还要劲爆 因为官宣孩子的 他绝对是娱乐圈的第一个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是什么绝美爱情 因为他们并未走入婚姻 只是有了他们共同的一个孩子 仅此而已 但他依然没有被扣上什么渣男帽子 丝毫也动摇不到他在娱乐圈的位置 换个人来肯定就凉了 或者说粉丝就直接跑一大半 可因为他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神仙人设 实在太深入粉丝的心理 就连很多路人都基本对他也是如此印象 使得他根本不会让大家 把他往父亲人的形象取靠 甚至还会认为是女方主动才成的事 所以他靠着这股人设 可以说把这件事的伤害值降到了最低 正如现在他说自己有一个孩子 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成熟的父亲看待 因为在粉丝眼里 他自己都没有长大 还是那个傻也不大懂的火星男孩 这里是陶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记得点赞订阅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